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飯局小姐 我是小玉 我是連心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樣的美食呢 今天要介紹的美食就是我本人 最愛最愛的美食 是什麼呢 青食跟甜點 哇 我們已經慢慢的走入夏季 所以要改吃青食類加甜點的路線 真的超完美的啊 今天的菜單 而且你知道嗎 真的有觀眾朋友已經寫說 吃冰吃冰吃冰 然後還有寫說已經進入夏天的菜單了嗎 好夢幻喔 就是夏日夢幻菜單 沒有錯 因為甜點應該是少女們都無法抗拒的吧 完全無法抗拒啊 來 你說說你到底有幾個甜點的味呢 以我這個少女來告訴大家 少女 OK 我呢本人有無限多個甜點味 哇灑花 灑花 旋轉 自己旋轉 對啊女生好像對甜點都無法抗拒 無法啊 你知道這些東西擺在我前面這段時間我有多糾結嗎 糾結 就是一直想吃但是不能吃的概念 對啊 而且輕食啊 在夏天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你知道 點 應該是說食物食材 應該是說夏天比較熱 所以其實胃口好像也沒有這麼的好 所以輕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是不是這樣說 對 而且因為 其實啊 輕食啊 一般就是少油嘛 然後 就少熱量 應該是說是比較 輕的甜點 輕的點心 可以這樣講 但是我們夏天常常會拿來就是當餐 對 輕食對我來說就是一餐 好不好 對 你好像真的 比較偏愛輕食類的 而且它的口感都會比較清爽啊 一定啊 因為它少油又比較沒有負擔 就是對很多女生來講也比較 不會有變胖的 困擾 嗯 因為像我自己是屬於小鳥味型的 嗯嗯嗯 所以 對我來說就是 輕食就是我幾乎夏天都在吃吧 我個人滿喜歡吃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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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撒醬 我喜歡和風醬 你是說油醋那種嗎 油醋我不喜歡 但是和風 就是 可是和風也有醋欸 一點點還好 不太重 沒有我個人真的很怕吃醋酸類的東西 對 我是還好欸 我覺得不要太重都OK 嗯嗯 那 像 今天這個沙拉是什麼醬啊 它就是 凱撒醬 凱撒嗎 可是凱撒我喜歡吃有蒜味 這有嗎 蒜味喔 我覺得這個還好 沒有很重的蒜味 嗯 因為蒜味如果 太重的話 其實是不是 女生吃了也會覺得 等一下要去約會的話怎麼辦 就會 可能 你知道 不方便 我覺得就是隨時要準備 口香糖啊 你是說類似那種涼涼糖之類的對不對 嗯 OK 那你剛吃的前面這一道是 就是很標準的美式輕食啊 美式輕食 是比如說有薯條 必備的 然後還有這個應該是 炸薯條 類似 什麼牛肉前庭堡那種 應該是前庭堡之類的吧 嗯嗯 你吃吃看它薯條還蠻好吃的 薯條嗎 好我吃看看 而且啊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平常夏天啊 大家都很注重身材 然後要運動什麼 對 所以其實輕食啊 在運動完以後也非常的適合 輕食反而會比正餐還要來得適合 就是否運動之後 對因為運動之後如果我們吃太油 或太重鹹的東西 反而會造成那個膽固醇的增加 而且會就是脂肪啊什麼都會更快速吸收 油脂啊 因為我們運動完其實如果再吃更油更膩的東西 反而就等於是剛剛運動都沒有效果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運動完以後就可以吃一下輕食 輕食類 比如說沙拉 然後水果啊 就是蔬菜是清淡一點 你前面那個也算是 輕食對不對 來試試看齁 哈哈哈哈味 你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很特別的 哈哈哈哈味 很特別的食物 感覺它裡面好像是有包小黃 對那個什麼 哈米瓜 就哈味的 好那你幫大家試吃一下 是什麼口感 怎麼樣 滿特別的 清爽嗎 應該是滿清爽的對不對 而且 因為它有火腿的味道 所以它就不會只是單水果的那種甜味 比較有層次 嗯嗯嗯 就是除了火腿的鹹味以外 然後你還會吃到就是層次比較多的水果的清甜 嗯 覺得滿清爽的 好像輕食其實配果汁也不錯欸對不對 嗯 對 然後像我是都會配咖啡 喔你又配咖啡 對啦就像這樣子 嗯 尤其是甜點 甜點的時候其實我都會配無糖的咖啡 我覺得比較解膩 解膩嗎 或是茶類啦 喔對 茶也可以 很多人好像都會就是配茶 像 因為甜點啊 像大家都會覺得甜點 就是什麼麵包蛋糕 喔對 一般來講大家都會覺得是麵包啊或蛋糕 但是其實現在應該有更多種類可以做選擇對不對 很多啊 而且你知道 現在有那個啊 少女的酥胸 少女酥胸都出來了是什麼 馬卡龍 喔對阿 現在好多女生好喜歡吃馬卡龍 可是你知道有的馬卡龍很好吃 但有的真的太甜了 我無法 死甜 對 因為馬卡龍真的 你不要看馬卡龍小小一顆 喔熱量 天哪 超驚人的 所以吃馬卡龍的時候也要稍微就克制一下 對 可是很難耶 你知道好吃的馬卡龍會一顆接 因為它就小嘛 它會一個接一個 因為它小顆 我就是無法抵擋這種東西 然後像其實啊 以前我們常 我們最近很常看那個韓國的那種 就是古裝劇啊 或什麼的大陸內地的古裝劇 喔內地的古裝劇 他們好像也有很多啊 很有名的 比如說 棗泥糕啊 對 或者是山楂糕 我好想吃吃看 山楂糕 聽起來很誘人 你看如果有收看那個甄嬛傳的人 一定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對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也越來越有名 像這種傳統 還有那個啊 我知道 逢年過節 是什麼 蛋黃素 鳳梨素 還有 比如說 什麼月餅 太陽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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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餅是不是很OMG 就是太陽餅就要問我 因為你知道太陽餅就是台中人的名產 好不好 好吃的太陽餅呢 問他 私訊那個粉絲傳好不好 來觀眾朋友們要吃哪一間是不是 還是你們知道哪一間好吃 還是大家知道有哪些 對啊 快點觀眾朋友們 這個時候我就要Google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有沒有什麼很厲害的甜點店 或輕食餐廳 我告訴你 因為我 我這個人呢 不吃正餐 對啊 從上一次 大家應該就知道 連心其實是一個 不太吃正餐的人 對 然後我不喜歡吃正餐 然後對我來說呢 我的正餐就是輕食 然後bronch 下午茶 那種早午餐 早午餐類 因為我們姐妹其實也很喜歡就是 約就是下午茶 早午餐之類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就是這些就是我的正餐 有沒有什麼好的 點 地點也可以提供給我們好不好 對啊就是 我們也想要 就是開發一些新的餐廳 對因為我覺得我個人非常的需要 非常喜歡 喔我喝這個是那個蜂蜜紅茶 蜂蜜紅茶也其實還不錯對不對 尤其是 滿兩身的蜂蜜 尤其是蜂蜜 就是女生喝真的還不錯 像我有時候早上起來我都會喝蜂蜜水 你是說 溫的嗎 還是常溫的蜂蜜 常溫的 因為其實真的蜂蜜最好不要喝 偏熱的 好像就會破壞它那個 對它的營養價值就會被破壞掉 所以就是 加一點常溫的開水 然後 你知道嗎 中醫什麼陰陽水 喔我知道 那你會在夏天的時候 再多加一點檸檬汁的部分嗎 會 會 我會加檸檬因為多了一個清爽的口 你看難怪它這麼白 對 由此可見 不只是養顏美容 而且養生好不好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中醫啊其實都會叫我們要吃甜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會提倡就是要吃甜 因為乾味 對阿門來說這是一個乾 就是那個乾字有沒有 乾甜的乾 而且女生其實 應該不要說女生 男女生如果壓力大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吃一點甜點阿 其實你心情上會有一點點轉變 我覺得也不錯 對 像甜點 你知道甜點的英文叫什麼 Dessert 對 你知道它的英文字母阿 如果把它分開英文字母 反著拼過來的話 是什麼 這樣也可以 所以它叫Stress 是什麼意思 就是壓力的意思 所以它Dessert是甜點的意思 然後換成就是壓力 超強的阿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他們兩個就是有關聯 因為壓力甜點 甜點壓力就會輸壓 好酷喔 欸這很酷耶 很特別耶 我覺得這真的很神奇耶 對 明明之中牽引著這兩個東西 所以你知道壓力大的時候 不妨吃點甜點 真的 欸觀眾朋友你們這樣就學到一個 還不錯的新的概念耶 真的耶 可以跟人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個講出去還蠻厲害的耶 而且是真的喔 認真你把英文字母前點的英文 導過來拼 導過來拼 完全就是變成壓力 太棒了 就是很厲害的一個東西 好 我看一下 有觀眾朋友說 聽說紐約早餐女王 要來台灣開店了 什麼 真的假的 所以是很厲害的嗎 好像我聽說是蠻厲害的 真的喔 然後 有很多觀眾朋友都覺得 哇 甜點喜歡蛋糕好棒 好 感認同 對啊 然後有觀眾朋友說 我不知道吃什麼 給我點意見吧 你想吃什麼 輕食 他是說輕食嗎 輕食跟點心 輕食 輕食就沙拉 然後 如果你想要就是在飽足感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配這個 牛肉的前品爆 像我啊 也有一個很喜歡的沙拉 就是雞肉凱撒沙拉 喔 我知道 是不是很完美 就是如果你需要一點 就是在蛋白質的東西的話 其實加一點雞肉 對 就是譬如說雞胸肉啊 什麼的 有些我覺得 配那個煎過的雞胸肉 很香耶 我們之前去吃 不是也吃過那個沙拉裡面 有配那種 剛煎起來的雞胸肉 而且其實 輕食啊 我覺得還蠻健康的 現在不只是在吃輕食 還會營養輕食 營養輕食是 它兼顧了很多 就是我們可以就是用 譬如說現在 動物油就少用嘛 我們就可以用 酪梨 酪梨 酪梨是很好的植物油 它裡面含有很多 植物油的成分 對 就會變得減少身體的負擔 像其實你知道我最近啊 就自己用那個酪梨 打那個優酪乳 優酪乳 優酪乳是無糖的 然後打成果汁 很好喝耶 我知道有的人 酪梨牛奶很好喝啊 可是有人不敢喝耶 有人他其實不太敢吃酪梨 對啊 但是你 跟牛奶或者是優酪乳一起打 真的還滿不錯的 我知道 因為我常常就是去買果汁 我有時候也會買酪梨牛奶 對啊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有的人 好像不敢喝酪梨 是不是 可是酪梨真的 對於就是你想瘦身 或者是健康這一塊 還不錯 我是覺得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對 營養價值很高 因為我聽說孕婦都會喝酪梨 真的假的為什麼 因為它的營養價值非常非常非常高 喔原來是這樣 到底有多高呢 好 大家Google一下 怎麼這樣叫人家自己Google 因為我真的很多認識孕婦的朋友 他們要補充所有的營養 他們都會真的喝酪梨牛奶 就是選擇酪梨牛奶 然後不加水直接打 好 那我們也聊到就是 反正現在輕食呢 就是也很兼顧健康 比如說有一些輕食類的 他們會加一些 那個是堅果 然後五穀根菌類的東西 聽說你最近也很愛吃堅果啊 對啊 哈哈哈 對就是你知道為了健康 不然就是 已經不能吃太多動物油的東西 所以就改吃就是植物油的部分 就是用天然的來攝取 對 因為他們一直說 我最近就是越來越瘦 那女生其實瘦呢 要瘦得漂亮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能瘦到會乾掉 喔對 就是你的肌膚什麼的不能乾掉 所以一定要從食補去下手 從吃的入口 因為從嘴巴進去是最快洗燒對不對 對然後你可以多攝取植物油的部分 或者是攝取膠原蛋白的部分 這很蠻重要的 都是膠原蛋白 對啊 你不是也很強調膠原蛋白 對我也很愛欸 對啊 因為真的你知道年紀 只要一有一點年紀 或是不管是 隨著歲數越增加 膠原蛋白都會流失 對 而且你膠原蛋白 對女生來講蠻傷的 如果膠原蛋白流失太多啊 會看起來很累 然後會看起來老了好幾歲 所以 平常就要多注重保養 我刺錯是蛋欸 喔那是蛋 活回蛋的飽 所以它不是起司 應該也有起司喔 它裡面還有摻雜一些 欸它看起來很豐富欸 因為它夾在裡面 其實我們不知道它這麼的厲害 對 喔說到蛋 因為我真的很愛親食 然後我最近也一直在做那個 蛋卷 你是說自己做嗎 自己做蛋卷 欸很賢慧欸 我告訴你 親食就是有這個好復活 就算你真的很不會煮菜 你也做得出來 那你要不要教一下大家就是 怎麼自己在家做那個 起司蛋卷 對而且因為我比較健康 所以我會加起司 嗯 或什麼的 嗯 然後呢 嗯 我加起司以外就是我會不用油 不用油 煎 對就是用那種不沾鍋啊 喔我知道啊不沾鍋 對 對 然後 有沒有什麼小撇步要教大家 通常呢我都會先熱鍋 然後熱完鍋以後啊 就把火關小火 嗯嗯嗯 對就是熱鍋以後就關小火 然後再把蛋就是打進去 就是直接先打蛋 我通常都用兩顆而已這樣 不要太多一天也不能吃太多的蛋 對 然後兩顆我就直接把它打散以後 然後就把它倒進去 欸我發現啊 其實這一道很酷欸 你看它的顏色以為是肉啊 它其實是烘蛋三明治欸 它這是烘蛋欸 嗯 你不覺得烘蛋很難做嗎 嗯 烘蛋很難對不對 很難 我有研究過但 而且重點是它烘蛋不會太乾 嗯 就是它有保持蛋的一個滋潤度 然後裡面還是有那個juicy的感覺 對啊 好厲害喔 你做的可以像這樣嗎 這太厚了 這要幾顆蛋啊 你不聽 不要搶到你所拿好不好 我告訴你蛋捲真的很美味 然後你再把裡面夾著你喜歡吃的東西 那是一道非常棒的早午餐輕食啊 好啦就是不要太危難 而且你知道 我通常一個圓盤裡面 做完一個蛋捲以後 我還會在裡面就切水果 然後擺盤 包在裡面 喔我以為你 沒有我會擺盤 就是 就是讓他們變一個 就是真的一個輕食 就是輕食的組合 就是有水果 然後也有蛋 對 堅固就是營養的部分 沒錯 因為就是我覺得 真的覺得輕食其實可以蠻營養的 然後又很健康 就是你知道少油脂啊 它這個烘蛋啊 有配合到我們主題 它裡面加了五穀跟金類的東西 就是馬鈴薯 對 真的很堅固健康耶 所以現在就是 輕食類 除了 熱量低 但它還是有兼顧到營養的部分 就是 像 你說的五穀跟金類啊 然後 我覺得很常會備用來用輕食啊 因為像還有那種 我覺得木素養也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木素養 營養價值也很高 可是木素養很多人都不太敢吃 不敢吃 對 因為它有草味很重 對 可是我覺得越健康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就是 還是要慢慢的去接受它 對 我覺得這就是很特別耶 就是 它也有火腿你知道嗎 有 有看到 然後烘蛋 厲害 好 所以我們 應該也建議 觀眾朋友們 一個禮拜 你可以選擇一天 三餐裡面就是 都吃輕食類的東西 其實對身體健康還蠻好的 對 因為禮拜可以吃個一天輕食 沒有錯 就是讓身體的負擔不要那麼重 輕一點 就讓自己身體 我覺得蠻好耶 你看 妳有沒有 妳平常喜歡吃什麼樣的輕食啊 我喜歡吃早午餐 尤其是我 我早午餐最喜歡吃炒蛋 喔 我也愛炒蛋 對 然後 他們可能周邊會配一些馬鈴薯塊啊 或者是薯餅 或者是 炒蘑菇 德式香腸 喔 德式香腸也會有 但我也很喜歡吃炒蘑菇啦 就是都蠻好吃的 好 我們是不是要來幫大家 吃一下 甜點的部分 沒錯 中頭戲來了 交給我吧 交給這隻可愛的小螞蟻 交給我 沒問題 天啊 甜點真的很美味 我要現在吃這個很明顯的 就是抹茶蛋糕 而且它是 它是海綿蛋糕對不對 對 有些人不敢吃抹茶蛋糕的啊 你就可以推薦他們吃這種 你說 不敢喝抹茶 還是說 就不敢 抹茶的任何東西都不敢吃的話 所以是要我嘗試一下嗎 因為本人我真的很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它的抹茶味真的不重 就是海綿蛋糕類的抹茶 真的沒有什麼抹茶味 好 我幫大家試吃一下 因為我真的 不太敢接觸任何抹茶類的相關產品 抹茶真的還好 這個真的還好 你試試看 為了觀眾朋友們我來試吃一下 對你試試看 好 怎麼樣怎麼樣 嗯 是不是還好 就是 它是一種清抹茶的概念 清抹茶 對就是 夜伏今天的輕食喔 對啊 清抹茶概念 可是蠻好吃的耶 它的抹茶味道不會太重 就是是清爽型的 嗯 然後我剛剛吃這個是栗子蛋糕吧好像 栗子蛋糕嗎 栗子蛋糕是什麼 栗子蛋糕是什麼 它好像是有紅豆的泥 紅豆泥 那它外面那一層 應該是栗子奶油之類的 栗子奶油 栗子奶油 好 蛤栗子蛋糕 你吃 看你不要一直蛤 有沒有多害怕 因為我真的是 比較少在吃甜點的人 我比較奇怪一點點 我覺得還OK啊 好我吃看看 對啊它好怪 它不是少女 對啊 它老人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就是不是少女 就一定要進階到老人嗎 可是如果我幫大家吃甜點 只要是OK的 你們一定會瘋狂愛上 對 好我來幫大家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不太愛吃甜點 對啊 很難配合 欸欸不要這樣子 我可以吃一些 但是我沒有辦法像你們一樣 有無限大的胃可以吃甜點 不知道觀眾朋友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是那種 你吃完正餐以後 然後如果沒有吃甜點 就會覺得這道餐沒有ending 就是你覺得這一餐就沒有一個完美的結束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這樣子 好像還是只有我 應該大家都會有吧 女生應該都是這樣吧 應該是說 女生通常都會留一個胃給甜點 對就是今天吃完 對不然你看吧 你們去吃麻辣火鍋 他們的甜點是什麼 冰淇淋 對不對 他們都會有什麼哈根大神明治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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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根本就是我的天堂 冰淇淋我也OK 可是你自己說 你一個人可以吃幾球 觀眾朋友評評理他 你這樣可以吃幾球呢 你猜猜看 因為我不吃火鍋 我只能這樣說 所以我去呢 通常我就是殺 甜點區 對 然後我曾經最高幸福就是我吃了六球 我可能頂多一兩球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夠了 他一個人可以吃六球耶 不是嘛 聽我說 你知道嗎 你們去吃麻辣火鍋 我不吃 那我在旁邊看著 看著無聊啊 對不對 我不吃也本不吃 然後我錢都付了 我是不是這樣很浪費 我當然要吃回本啊 所以你看六球就多少錢 我就回本啊 精打細算成這樣耶 是不是這樣說 也沒有很划算 也沒有很會算 好啦六球 真的是目前我聽過 真的是最多球的 真的還好 其實還可以再吃 因為你知道 平常跟他出去吃飯呢 他就是 東吃一點西吃一點 就說我吃飽了 因為我其實胃也沒有很大 但是我會特別留給甜點 對但我聽到他那時候 吃六球之後 我就心裡想 Oh my god 其實你OK的耶 只是你是挑食物好不好 我可以就是 不吃正餐 然後吃甜點的人 就是甜點吃我飽 要滿足好 OK我知道 那我問你 你該不會消夜也吃甜點吧 當然吃啊 消夜不是要吃涼麵 或者是三合一嗎 沒有沒有 我消夜可以吃 譬如說一個 什麼蛋糕啊 或是一個巧克力 然後滿足 你真的是少女來著 是啊 少女生啊 欸 有人附和你 他說 他想吃整桶 是不是 喔 我告訴你 早到知音 我夏天我都會買一整桶 大桶 那我原來的 那我們哈根的 然後我就會買 回家冰在上層 無聊看電視是拿出來吃 你說就這樣挖著吃嗎 而且我是沒有時間限制 我半夜要看電視 我看電影 我還照樣的把它拿出來吃 我告訴你 夏天就是要這樣子 好啦 他真的是很很強 我就是甜點的味 我是馬阿姨 我是馬阿姨 嗨 他說 抹茶真的超好吃的 哎呦哎呦 你也愛吃抹茶 對我剛剛有幫大家試吃那個 抹茶海綿蛋糕 還滿好吃的 就是有對 有讓我對抹茶這個產品改觀 是不是 你要嘗試好不好 那你現在在吃的這個是什麼呢 我剛剛吃了草莓蛋糕 然後現在吃提拉米蘇 提拉米蘇喔 提拉米蘇我就也還滿喜歡的 其實我那麼愛吃甜點 但其實我還好對於鮮奶油這個部分 我不太敢吃 你是說像這種嗎 對這個我就不太敢吃 但是蛋糕我可以 就是它不要太多 薄薄一層的我OK 因為其實一般市面上的鮮奶油 會有一點太膩對不對 太膩 什麼東西 布朗尼 你剛剛是先吃布朗尼 還是跟棉花糖一起吃 先吃布朗尼 然後現在才要吃 欸棉花糖 好搭配一下那個 組合的口感 如何 滿妙的耶 所以你是搭嗎 很搭 好 為了 出乎意料的很搭 為了要 感受一下棉花糖加布朗尼 是什麼口感 因為 有些人啊 觀眾朋友應該跟我一樣 像我沒有 特別愛布朗尼 但我也還是很愛甜點 然後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有點乾 嗯 對 但是呢 但是呢 它配上棉花糖 或是鮮奶油 嗯嗯嗯嗯 你懂你 是不是很特別 有那個感覺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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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彈 輕飄飄的感覺 突然 欸他們很搭欸 原因是因為 布朗尼比較乾一點點 然後 棉花糖有一種入口即化 對 你加著棉花糖一起吃 他們兩個會mix在一起 對 然後有一種入口即化 然後再加上那個 就開始布朗尼跟棉花糖都化開了耶 厲害了吧 我覺得好強喔 欸好酷喔 欸我沒有吃過這種 這麼特別的口感 真的 是有道理的 因為剛剛 端上來的時候我就心裡想說 蛤 布朗尼跟棉花糖是什麼關係 沒想到 原來他們是好朋友的關係 對 畫在一起了 是像我們一樣嗎 畫在一起 誰要跟你畫在一起啊 我要吐了 好啊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算了 你最近有人可以跟你畫在一起好嗎 不要再找我 沒有我最近跟我咳嗽畫在一起就是 對啊 你可能要止咳化痰一下 我真的要止咳化痰 有沒有什麼止咳化痰的方法 提上來留言給我好不好 對對對 關心一下我們解謎題 對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想咳嗽 它最近咳嗽不止啊 對啊 就是提醒觀眾朋友們 因為像我那麼愛吃甜食 但是你千萬喉嚨的有什麼咳疾啊 肺癢嗎 喉嚨有痰啊那種 就是耳鼻喉的症狀 就盡量少吃甜的 是因為會 深痰 喔 就是然後會讓你喉嚨更不舒服 會縮起來 soke 對 soke 好啦我現在就有一點 可是為了大家我還是 沒關係啦我可以幫你 好 我希望這裡好幾套都讓他吃 對然後我現在要吃這個就是乳酪起司蛋糕 如何 它有加了一味 是什麼 蜂糖 你看我看它掌上我就知道 喔難怪它上面那層是反光的 對我剛剛聽說是什麼蜂糖什麼的 原來是蜂糖起司蛋糕 所以它裡面那一塊是乳酪起司 然後下面有一點那個 餅乾 對手指餅乾的那個 喔 厲害還有 還有 有那種牛奶糖的味道欸 好酷喔 所以它就是 不是整個是軟的 它還有一點口感 脆脆的口感 就是底層的那個餅乾 我還蠻喜歡吃那個 好 其實啊 嗯 我覺得啊 愛吃甜食 但是 夏天來我告訴你們觀眾朋友們 還是要就是你要自製一下 因為像我也是一整天都 因為像我家啊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家絕對不會有那種 就可能沒有米啊沒有菜啊什麼 很正常 不要講很可憐 沒有米沒有菜家徒四壁嗎 很正常沒有 可是我家不會沒有甜點 喔 因為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對 就會有甜點 你知道螞蟻總是會背著它自己的行囊走啊 所以我走到哪都會有啤食 難怪你包包裡面 你包包裡面隨便翻 對只要我要出去 譬如說一整天你工作或什麼的 我就會帶甜食 就是螞蟻要搬著甜食走 而且因為吃甜食心情真的會變好 就是你很累或什麼 會改善那個疲倦的感覺 喔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觀眾朋友們 是不是很羨慕我們今天吃甜食又吃青食啊 趕快就是羨慕的話呢 親自去試試好不好 對 趕快夏天來了最適合這種料理 青食甜點 沒錯 好的 那我們就是下週同一個時間十二點半 繼續收看飯局小姐 我是小玉 我是連心 我們下週見啦 下週見 拜拜